请问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很乐意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参会之前我也查阅了近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些资料 感受到中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进展 比如立法方面民法典的编撰出台香港国安法的制定 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推进民事诉讼程序反简分流 法治中国建设方面比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让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更加有利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 公安机关有哪些打算 同时也想了解其他境内外媒体他们会关注哪些问题 那咱们一会儿会后见 女士们 先生们 各位记者朋友 上网 欢迎出席 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第三场记者招待会 中心社中心网记者提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请问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 谢谢 扎实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严密防坏 严厉打击 敌对势力的渗透 颠覆 捣乱 破坏活动 严厉打击 侵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违法换罪 招待会刚结束 今天的招待会持续了有70分钟 一共有八位记者向台上的负责人进行了提问 我也非常荣幸获得了向许甘露副部长提问的机会 他说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他提到的数据很多 有这样一组数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十年内 我们国家刑事毒品犯罪率下降了64%和56% 整场招待会听下来 给我留下最大的感受是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 中央政法委和两高两部所展现出的温度和力度 法治是20大报告的高频词 正如招待会上提到的 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 例行法治 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的运行 相信全面依法治国可以更好护航 中国是现代化的推进